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梦想一定要写 横跨43年 五次发起挑战 最终 他能否圆梦 我75年的时候 就用了暴风雪 受损于8600 结果又碰见暴风雪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之 无腿有势 永攀中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人的一生怎么活着 他才算是值得呢 是找到一份自己特别满意的工作 还是赚了足够多的钱 又或者是寻到一个 携手一生的爱人 我想每个人的内心 都会有独独属于自己的那个答案 但是对于今年已经69岁的夏伯渝来说 他这辈子都在跟一样东西较劲 都在为一个目标奋斗 那就是 攀登猪马拉马风 从1975年至今 他一共试着攀登了五次猪风 您可能会说了 现如今攀猪风的人 已经不算是那么凤芒临角了 今天为什么要专门说他呢 那当然是因为夏伯渝跟所有普通的登山者 都不一样 您来看看这段视频 这就是夏伯渝攀登猪风的时候 留下的视频资料 咱们再拉近看看 注意到了吧 夏伯渝的这个小腿处 那是一副一只 没错 夏伯渝失去了双腿 但是他却靠着一只 不断地向猪风前进 不可思议吧 那他到底是怎么失去双腿的呢 又为什么一定要攀登猪风呢 更重要的是 他最后有没有征服这个世界之巅呢 把时光拉回到1975年 那一年的中国登山队 向全国招募队员 第二次向世界最高峰 发行挑战 在这个队伍里头 夏伯渝呢 就是其中的一员 好的 这是刚好呢 就是登山队 中国登山队 第二次攀登猪风 就是到中 报名青海系招运动员 我以前就是说 特别喜欢足球 初一就开始进入了体校 开始训练足球 都是第一第二的 当时主要是觉得 他好像是可以免费检查一次身体 就这样 就是我报了名 我就想等我登山 然后呢 回来孩子踢我的足球 还真别说 挺普通的一个开头是吧 但是往往一个精彩的故事 他的开头并不能说明他的结局 也正是这一次登山之旅 彻底改变了夏伯渝的命运 也让他与朱峰 结下了不解之缘 怎么了呢 说回到当时 夏伯渝跟着国家登山队出发了 成为了最后登堵的 二十多个人之一 夏伯渝还记得 当时他们一路越过艰险 好不易登到了八千六百米 意外 纵然降临 当时我们 我们那个突击地 爬到了八千六 就离顶峰还差二百多米嘛 就碰见了暴风雪 就是根本没法前进 吹着你根本就前进不了 是啊 仅仅相差二百米 换到平时我们走路 可能几分钟就走完了 可是在世界乌井上 这个地球的顶点 二百米意味着 一个小时的生物冒险 所以面对这样的暴风雪 整个队伍决定 停下处罚 原地等候 就我们在那儿 还等待了两天三夜 没有吃的 没有喝的 你想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 这是真实 半斤两天 雪是 渴了不能吃雪 因为他在山上 本身就零下三十度 加上大风 风寒效应 就是很容易冻伤 你在吃雪 但是风雪迟迟不停 队伍只好忍痛下撤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再次发生了个意外 起因是当时 下半渔的一名同行队员 他不小心把树袋给掉了 晚上睡觉 他体力又透支 他把这被包解开 解开以后 你一站起来 被包就掉下去 掉到山里 当时你想 后果就不堪剩下 这个时候呢 夏波瑜做了一个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后来那时候 我在登山里有个外号 叫火神爷 我不怕冷 那时候 一年四季 我都用冷水洗澡 所以那时候 我也没多想 我就把我的睡袋 就让给他 老师给你 我说 我不会动伤 就给他 这时候 夏波瑜让的 真不是一个睡袋 而是一个 极大增加存活率的机会 但是夏波瑜说 当时他看了那名队友 糟糕的情况 实在是不忍心 所以他没有犹豫 他要读一读 自己不但可以救人 更可以保住自己 但是只能遗憾的说 第一次接触 朱峰的夏波瑜 远远的低估了 朱峰的威力 后来过了几天 他一天天的 他的色在变 刚开始就是 跟这张皮肤一样 是吧 就是 因为刚开始 脱靴脱不下来 脱靴脱不下来 后来脚开以后 脱靴脱来一摸我的 脚没有感觉 他摸我根本就不知道 而且他也没有温度 冰凉的也没有温度 我也动不了 后来第二天 起来还是不行 还是动不了 还是没有温度 这个脚 我就觉得事情不太妙 再之后 夏波瑜两只小腿的情况 继续恶化 慢慢地 过了几天以后 这个色就开始变了 就变成紫红色 变成粉红色 紫红色 变成黑色 这样知道肯定是不行了 是的 夏波瑜的两只脚 以及部分小腿 完全坏死了 为了保命 只能截肢 这对于夏波瑜来说 更像是整个生命的光 一下子都熄灭 就是说 你看我那时候 才二十几岁 你想就没有了脚 就是觉得 那时候也对 假之也没有什么印象 就觉得今后的生活 可能在轮椅上度过 就觉得非常悲惨 而且呢 对今后的生活 确实也没有什么希望 也没有什么信心 就觉得这一生 就这么就毁了 但是命运它也是多变的 这取决于你的心态 只要有心 那么谷底就有可能 再次来到顶峰 时间来到1976年 距离夏波瑜截至 那正好一年 有个消息传来了 后来就有一个 外国的假之专家 到中国来讲学 就传授着做假之的经验 后来他看了我的情况 他还跟我说 他说只要那个 他说你安上假之 你不但可以 像正常一样的生活 你还可以再登山 不难想象这句话 给夏波瑜带来的震撼程度 只要有了意志 他不仅能够站起来 还能继续登山 还直到这一刻 夏波瑜才敢再次 小心翼翼地 正视自己内心的那份 对于登山的热爱 而且通过这是登山 我也觉得 我也喜欢上登山 当然我没跟别人说 我想肯定 别人会认为 我是一种痴心妄想 这没有脚还登什么山 所以这位专家说 他还能够继续这份热爱 怎么能够让他不激动万分 就这样 我听到这一话 我就突然 我就好像见到了光明似的 很快 夏波瑜就带着一只 再一次的站了起来 第一步 夏波瑜决定要更多的了解 登山这项运动 他来到了登山协会工作 退休之前 在中国登山协会工作 主要在办公室整理答案 知识了解够了 就能够开始登山了吗 真没那么容易 一开始夏波瑜 遭遇了种种的困难 我穿甲子的历程 就验证了整个中国 这个甲子发展的整个历程 你想那个时候 所有的承重都在脚底下 脚底下那点吧 根本就是不经磨也不经彩 所以你特别疼 就经常磨破 磨破以后呢 他又不叫正常皮肤 几天就可以好 怎么办呢 放弃呀 夏波瑜觉得 自己以前的身体素质那么好 应该荒废了 他还是应该再试一试 当我知道 我还能登山的时候 我就开始训练了 已经我就开始 病床上我就开始锻炼 每天我就扶成羊 我起坐 但床上就抬腿 蹬腿 把腿举起来 在空中 绑上纱带 像棋子人这样 这么蹬 还真别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样的一番锻炼下来 夏波瑜不但身体恢复了不少 跟一只呢 也终于磨合得不错了 十几年下来 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 再接下来 夏波瑜呢 就打算加强专业训练 进一步为再次攀登 做好准备 但是大家或许怎么都想不到 1996年 夏波瑜居然被查出 患上了癌症 那时候我也参加远南运动会 后来 我就自己洗澡的时候 摸摸摸摸摸的一个疙瘩 去后 到医院检查 就是是癌 这个癌还是转移的 转移到我的淋巴上的 淋巴癌 这样三个字让人心惊 别说夏波瑜自个儿了 我们听了都得感叹一声 命运不公啊 先是夺去了他的双脚 现在又让他得了癌症 怎么会有这么多波折啊 面对这样的打击 夏波瑜如何承受啊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夏波瑜的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甚至第五次 向朱峰发起挑战 就是在得了癌症之后 这个是不是不敢相信 那么夏波瑜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最后他究竟有没有成功的 登顶珠峰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 手机交易台上同步播出 您撒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 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刚才我们说到 夏波瑜被查出 化成癌症 这可以说是他人生的 第二次跌到谷底了 失去双脚 他至少还能活 但是这一次 很有可能命都没了 夏波瑜能不能承受这样的事实呢 那时候就生命经常倒计时 我不怕死 就死我一旦都不怕 因为我登山的时候 已经和死神打过交道 所以这一次 他反而不怕了 而且他还想为了活下去 再搏一把 就这样我没有放弃 我想只要活着一天 我就要为我的理想去奋斗一天 去拼搏一天 所以我也没有放弃 要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但是夏波瑜还真不是说说而已 他真的做到了 那时候因为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 病房里住六个人嘛 每个病的人旁边都围绕一群人 这些家属在爱声叹气的 我以为想这样很影响我的情绪嘛 后来我就不住院 我就骑车回家 第二天走 我在骑车去坐 坐放疗 下午 他一上午就坐 坐完以后 下午我就骑车又回家 深情到这儿呢 我们真得评价夏波瑜一句 真的是好样的 生而为人 身体或许对自然界来说是脆弱的 但是心智却可以强大无比 夏波瑜就是这样 截至之后 他不能放弃 坚持锻炼 期望可以再度登山 患癌之后 他也不能放弃 努力挽救自己的生命 人呢 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还真就是需要这么一股 不认输的劲 更奇妙的是 有时候这么一股劲 他还真就能够打败死神 几年甚至几十年下来 夏波瑜非但没有被癌症打倒 反而整个人还荣光焕发了 就这样 二十年过去了 你看我 发现这个癌的时候是九六年 九六年 二十年过去了 这个癌症也没有复发 后来我一想 这个很多这些病啊 都是被吓死的 好像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那想想想 肯定也不行 所以你不想他 不那个他 反而对你的治疗很有好处 是不是没想到啊 所以说啊 人生有时候 真的是自个儿拼出来的 既然身体还是棒棒的 那心头的那份念想 就得重新拾回来 他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 开始力量训练 包括负重十公斤的沙弹下蹲 一百五十个引体向上 六百个俯卧撑 二百四十个仰卧起座 几十年下来 夏本月一天都不耽误 除此之外 他还每隔两天就去爬山 四十年来 你每天都要坚持同样的训练 这是最难 就能够的事情 时间来到二零一二年 夏本月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他要去登山了 一二年的时候 我就登了穆斯塔格 穆斯塔格七千 七千五百四十六吧 但是这个并不是夏本月的最终目标 那个属于他的珠峰 他从来未敢忘记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再登珠峰 这个影响一定要实现 梦想一定要实现 还是一句话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的 我们四肢健全的人 攀登珠摩拉瓦峰 还极度不容易 更何况夏本月的身体 它能行吗 事实上包括家人朋友 以及许多关注着夏本月的人 都发出了这么个疑问 更重要的是 一只真的可以攀登 那样的高难度的山峰吗 关于这一点 夏本月表示 他当然是考虑到了 所以他的一只呢 是特别定制的 这个就是我那个登冰巡的甲质 甲质工是给我特制的 这就是这一副甲质 它就是把这个管安到这上面 然后上面就是这个枪 然后安到这儿 就是专门走冰雪的 你看 它就是这样 专门就是走冰雪 有了硬件 夏本月决心就来了 很快 他用行动给了大家一个答案 2014年 时隔39年 夏本月第二次 向珠峰发起挑战 但遗憾的是 这次夏本月刚刚到达 珠峰大本营 一个噩耗传来了 14年我就开始去动珠峰 结果呢 到了大本营以后呢 我前面开路的16个下巴 就是一件雪崩嘛 就是全部葬身在雪崩之中 结果尼泊尔政府就取消了当年登珠峰的活动 结果我没登成 这次没成 夏本月不甘心 第二年 也就是2015年 他又来到了珠峰大本营 但是就像老天专门跟夏本月开玩笑似的 又来意外了 而且还相当的惊险 但是梦想总的要实现吧 后来15年我又去 结果你们想到 在大本营的时候 又遇见了这个地震 八级地震吧 幸免遇难吧 当时大本营死了28个人 只能说夏本月当时是幸运的 没受什么伤 但是这一年珠峰肯定是登不成了 于是2016年 他又来了 那这段视频就是夏本月 2016年攀登珠峰的时候拍摄的 没错 这次他没有被拦在大本营 而是在几位夏儿发相当代理下 向珠峰进发了 独中呢 自然是千与难败千 第一个难关就是恐怖冰川嘛 因为他有很多冰裂缝 那些冰裂缝的话 他就有架梯子嘛 那个梯子你想 他就一尺宽左右 你踩到上面的话 但是我也没有感觉 梯子这么窄一点 他有四五米长 他也不是很牢固的东西 他不是不顶不动的 我就必须每一步都踩 踩在上面以后呢 我都等半天 等他 哎 这不动了 而且呢 我稳了以后呢 我才敢买第二步 但所幸的是 再多的困难 夏本月都坚持下来了 我倒不说 这绝对是一份高于常人的毅力 最后 他终于到达了八千七百五十米 距离真正的珠峰 仅百米之遥 那么这次夏本月上去了吗 只能告诉大家 历史似乎又重演了 还记得吗 1975年夏本月第一次 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时候 止步于最后的两百米 这一次 他又被拦在了一百米之外 因为就像那次一样 暴风雪又来了 到了八千七百五十米的时候 你顶部路只差不到一百米的时候 这时候又碰见了暴风雪 哎呀 当时我就想这老天爷真是 我七五年的时候 我就因为暴风雪 受死于八千六 就又碰见暴风雪 气不气 恨不恨 多少人一生没能攀登珠峰一次 夏本月人生两次即将登顶都受阻了 那到底要不要拼一把 咬牙征服这最后一百米呢 很多人都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 仅仅眼看着这个 盛民就在眼前的情况下 很多人都不顾一切 冲上珠峰 对吧 夏本月也承认当时他太想了 可是突然呢 他看到他前面的向导 那五位夏尔巴人 他突然心中一震 我再一看 我那五个向导 都盯着看 就要做出最后的抉择 哎呀 当时看见那五个夏尔巴 年轻啊 他二十几岁 对吧 我不能为了我自己的这个梦想 而且呢 不顾他人的生命 实在那个 后来我就做出 我这一生 反正是最难做出的抉择吧 就是说 就下撤了 一生中最艰难的选择 这话 真不是夸张 朱峰那可是夏伯瑜 梦想了一辈子的目标 唾手可得 放弃那就是刀割之痛 但是必须要说 幸好他及时撤了回来 因为事后夏伯瑜才知道 就在当天 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后来我下来以后 我才 我才知道了 就在这几天里头 有六个人死于这个高度 估计大家都想问夏伯瑜去 遗憾吗 可惜吗 要知道 这时候夏伯瑜已经67岁了 再过几年 那就是 古稀之年了 这回上不去 很有可能 一生再也上不去了 但是只能说 这是我们的担心 夏伯瑜表示 他之所以会撤下来 那是因为他有信心 他能够再次上去 叛朱姆拉玛峰 他永远不会放弃 不管碰见任何情况下 我不能放弃我的目标 我一定要达到我的目标 一定要实现我的梦想 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真正的结局 2018年5月14号 年近70岁的夏伯瑜 带着一双一只 终于成功地征服了 朱姆拉玛峰 《夏伯瑜》 是怎么做到 我想其中的种种 并不是几句话或者几行字 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 才能够懂得复识的意义 只有最后灯上顶峰的人 才能够感受圆梦的喜悦 而对于自己传奇般的一生 夏河渝只总结了两个字 那就是目标 现在的年轻人 怎么说呢 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但是呢我也就是 希望他们每一个年轻人 就是说 有一个理想和一个奋斗的目标 为了这个目标呢 就是说去努力一起奋斗 不管任何碰到任何困难 或者或者综艺的情况下 不要放弃 是的 目标 并且为了目标而奋斗而坚持 就像夏河渝那样 为了珠峰 他失去了双脚 失去了爱好与职业 但是他没有放弃 撑下来了 所以到达了世界之变 或许有人会说夏河渝太不一般了 他几乎拥有太强的勇气 我们跟他没法比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再来看看夏河渝 他其实也就是个普普通通的 六寻老人 他之所以会成功 并不是一息之间的盲目追逐 他真正靠的其实是之前那四十年 不曾放弃的日复一日的锻炼 和那颗持之以恒的心 这两样 我想我们谁都不缺 就看愿不愿意行动起来了 去为自己的人生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今天这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来到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到 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音音乐市场 去下载手机 将一台客户的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